哈喽 每日都更新的君君拉拉 陆剧八五花一个个回归古装剧战场 赵琳有雨凤星 杨幂有护摇小红娘 刘诗志有一念观山 唐燕也有念无双待波 虽然近年剧五花被出 但八五花收拾号召里仍强 近年有很多新生代小花 常常被拓曹是资源咖 抽到没两年就女主剧一步接一步 反观八五花有很多都是从配角引起的呢 之前陆网也统计出八五花主角剧比率榜 套布10 一起来看看吧 陆剧八五花主角剧比率特布10 刘诗诗50 主演36部电影电视剧 二番内主演18部 刘诗诗早年是唐人影视公司的艺人 虽然名字靠后 但其实唐人挺捧刘诗诗 房间一直传言 唐人想把刘诗诗捧成下一个刘亦菲 早年刘诗诗在好几部唐人自制的古装剧 演过主要女配 像是少年人家将 射雕英雄传等 没几年就演到仙剑奇侠传3 与杨幂唐嫣一同走红 真正让刘诗诗大爆的是 2011年的步步惊心 剧中多年依然让大批剧迷难忘 近年刘诗诗把重心转往家庭 推出的好几部作品成绩都不太好 直到去年以一念观山回归古装剧圈 一念观山一上线就冲出高热度 才又一次验证了八五花的号召力 落举八五花主角剧比率top9 杨颖51.1% 主演45部电影电视剧 二番内主演23部 杨颖名次看似在后面 但她的资源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不同于以电视剧发迹的杨幂 赵丽颖 赵丽颖是从香港影坛发迹 2011年前后 杨颖参演一系列高质量电影 虽然很多都不是一番主角 但合作的都是大咖中的大咖 像是建党伟业 合作刘德华 周润发 太极 合作梁家辉 都是很好的资源 后来杨颖和黄晓明在一起 综艺奔跑的兄弟 又让他打开知名度 这之后就开始杨颖的女主角之路了 曹云中歌 孤芳不自赏 创业时代 我的真朋友 杨颖演了一大堆剧 都是女主角 而且合作的很多都是人机演员呢 但杨颖的演技无一例外都被吵 落举八五花主角剧比率top8 王立坤 51.7% 主演58部电影电视剧 二番内主演30部 王立坤听名字大家可能不太认识 他2010年因为出演 林心如制作的美人心迹 饰演恶多女配 聂圣尔而走红 杨颖也曾出现在这部剧呢 不过王立坤后来 没有走上流量小花之路 虽然也演了不少古装剧 偶像剧 但就是不如杨颖 刘诗诗 唐烟能不能吸粉 虽然人气不高 但王立坤依然不缺戏拍 2018年他曾和杨颖合作 古装剧《舞动乾坤》 最近也出现在古装探案剧 《大堂敌公案》 落举八五花主角剧比率top7 杨幂54.3% 主演81部电影电视剧 二番内主演44部 杨幂也落在后排呢 杨幂是童星出身 早期她没什么资源 曾遇过很多次被抢角色的经历 2010年的新活龙梦 杨幂甚至为李沁 杨幂做过配呢 谁都没想到 后来杨幂会逆袭成收拾女王 《宫所新语》和《古剑奇谈》 两部古装剧让杨幂火城顶流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又将杨幂推向最高峰 成为顶流女星之后 这几年杨幂也开始尝试转型 除了一部《胡鸭小红娘》 是偶像剧之外 剩下的《哈尔滨1944》 《生》《万物》 都是正剧题材 决心转型之后 杨幂也不再距离于 一定要演主角 杨幂甚至和赵玲 一起加盟了陈可欣 导演执导的重磅电影 《降原弄》呢 《降原弄》女主角是张子怡 杨幂和赵玲都是配剧之一 当初杨幂和赵玲 到底谁是女二 谁是女三 两位《八五花》的粉丝 还闹得不可开交 落具《八五花》 主角剧比率top6 江书颖 59.4% 主演32部电影 电视剧 二番内主演19部 应该有很多人 都是因为30而已 才认识江书颖的吧 其实江书颖的出道经历 很特别 她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 是科班上呢 江书颖在小期间 曾在电视剧 《飞花如蝶》演配角 但之后没有继承 从事演艺工作 而是去英国读硕士 直到2012年 江书颖参演了赵薇 首次制导的电影《至青春》 演出女配 软婉一角 才首次被瞩目 这之后江书颖 虽然也演了 旋风十一人 郝先生的一系列女主角剧 但依然不温不火 直到2020年碰上三十而已 才又一次红了起来 陆剧《飞花》主角剧比率 Top5 唐嫣60.4% 主演53部电影电视剧 二番内主演三十二部 唐嫣虽然是1983年升等 但一般都会被归类在 85后 唐嫣是85花中 起点很高的一位 出道时就被张艺谋选中 在雅顶奥运闭幕式亮相 后来唐嫣在一些大剧里 演了配角 很快便遇上了 《仙剑奇侠》转三 而大红大紫 后续唐嫣陆剧 推出了《何以生肖墨》 《活色生肖》 《锦绣未央》 《烟云台》等多部剧 虽然评价褒贬不一 但都很热门 近年唐嫣把重心放在家庭 减少了作品产量 正当大家嘲笑唐嫣 在《八五花》中掉队的时候 唐嫣默默推出了《繁花》 唐嫣在《繁花》的表现 获得一面道好评 她饰演的汪小姐明媚娇憨 评价更剩前几年演的 傻白婷角色 《落剧八五花》 主角剧比率Top4 宋倩74% 主演27部电影 电视剧二番内主演20部 宋倩是这群 八五后女性最不一样的一位 她早期在韩国发展 以FX对长的身份活跃 感觉当时和八五花 根本是不同次元的明星 也因为是偶像出道 宋倩早早就有了高人气 开始演戏时 第一部剧就是女主角 所以女主角的比率 比其他八五花都要高了不少 早年宋倩演技被骂超惨 直到2018年的 《极爱千岁大人》的初恋 让大家对宋倩的印象 从偶像逐渐转变成演员 后续宋倩靠着 《夏战士幸福》 《我们的翻译官》等一系列 都会爱情剧 确立了30家亲属女的戏录 尽管演技还有需要磨练的地方 但这几年 宋倩已经没有早年 五官乱飞的浮夸演技 落剧八五花 主角剧比率Top3 刘亦菲 75.9% 主演29部电影 电视剧 二番内主演22部 刘亦菲进了前三 刘亦菲确实出道以来 资源就很好 《新人》时期 他参演的就都是大制作 出道首部作品 金粉世佳 饰演女二 白秀珠 该剧的主角是陈坤和董杰 是当年相当红的剧集 接着刘亦菲就开始演女主了 《天龙八部》 《神雕侠侣》 《仙剑奇侠传》 连这几部古装剧都大爆 让刘亦菲成为观众心中难忘的古装女神 不过在走红之后 刘亦菲就不再演电视剧 而是积极转型大荧幕 接连演出《童雀台》 《露水红颜》 《第三种爱情》 不过评价都普普 直到2022年 刘亦菲睽为16年 终于以梦花路回归电视剧圈 今年刘亦菲也有一部 大女主情感剧《玫瑰的故事》代播 落剧爆化 主角剧比率Top2 景田78.1% 主演32部电影 电视剧二番内主演25部 景田拿下第二 早期景田是有名的资源卡 出道时以不知名的状态 出演许多国际电影 资源到底有多逆天呢 《金刚骷髅岛》 主角是汤姆·希德斯顿 《长城》是张艺谋制导的大片 麦特·戴蒙·刘德华主演 景田排第三番位 《赌城风云》 主演周润发 谢霆锋 景田是三番 《警察故事2013》 主演成龙 刘亦 景田三番 大家都很好奇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逆天资源呢 所以一只船 景田的后台很硬 然而景田走的都是一线大咖的戏路 按理说 早就是一线女星了 可景田就是红不起来 直到2017年 才因大唐荣耀小火 但后续又沉寂了几年 2021年才又凭借斯腾 获得成功 陆剧《八五花》 主角剧比率 Top1 妮妮88% 主演25部电影 电视剧 二番内主演22部 冠军是妮妮 不同于几位 《八五花》都早早走红 2011年 杨幂 刘诗诗都已经出道 多年兵大火了 但妮妮才刚出道呢 妮妮第一部作品是 张艺谋的电影 《精灵十三拆》 虽然出道晚 但妮妮起点高啊 某女郎的光环 让妮妮在《精灵十三拆》之后 就直接是女主角的咖位了 几乎没怎么演过配角 妮妮气质独特 让人看一眼就难忘 就是一直缺一部大爆的代表作 不过相比其他《八五花》 妮妮主攻电影 少数推出的电视剧 也大都是走高质感路线 《天盛长歌》 陈希元 搭档的都是像陈坤 张震这样的大咖 赵丽颖没进前十 主角剧比率42.9% 赵丽颖没进前十呢 赵丽颖主演56部剧 仅有24部 是二番内主角 赵丽颖是一个个小角色 磨出来的 早年演的都是戏份很少的配角 是直到2013年的 《陆珍传奇》开始 赵丽颖连续六年 大爆了五部爆款剧 《山山来了》 《花千古》 《青云志》 《楚桥传》等等 都是当年读的现象级剧王 近年知府又创下 高收视高口碑 转型演正剧 幸福到万家 风吹半下 也都获得了成功 赵丽颖是《八五花》中 少数有流量 又有口碑的演员 最近赵丽颖在于风行 还升格当监制 是真正的事业型女王 好了 看完以上 《陆珠八五花》 主角剧比率 套不识 赵丽颖没进前世 杨幂也才第七 对此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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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